好,我们紧张的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看一下这个课词的话 大概还是可以回忆起来的 第二课词一的时候 主要是很快的速度去完成了这两个界面 这个的话就没啥了 相当于是熟悉一下 该有的流程 然后讲到这个构式的节点解析 构成的话你就要知道 它有发型解析,还有个病解析 还有的话就是节点解析 节点解析的话 你们出去的应用场景估计少一些 但是如果实体病很大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节点解析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一下 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是吧 这里的话说这个插件的话 安装步骤也比较简单一些 希望大家的话都最好转一下 然后这个思维配偶的一个倾套问题的话 也是一个顶型的问题 这个轮波图 这一块的话就相当于是 基本上都会用到 对吧 轮波小件 还有个无线轮波 自动轮波就会用到 这块的话就属于常用知识点 对吧 相信你以后你们的应用里面有这个 你可以用 去分析应用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去套着说 这样子 这个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一点 这个 它是相当于再次说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片的宽高比 要等于我们这个空间宽高比 比较实用 这样的话你只要看到你的应用里面 有这种图片了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说成你是这样去实现的 对吧 图片宽高比 等于空间宽高比 在宽的手机高的手机上 它就不会 图片就不会变形 这个情况 这几个随机 认识随机大小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Random Random对象的一个使用的 还有这几个Draw的一个子类的话 你还是要知道一下 有些时候你直接 直接用那种方式去写 还是比较方便的 就不用插Mail去写 这也可以对吧 也就拿几个 几个方法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忘了之后也要知道怎么查 它对应是什么知识点 比如说 昨天我们写的时候 那个自定义的一个 snactor写不出来 只要你知道关键字 你到网上一查 基本上都可以对吧 好这一块 这个分类仕图就比较重要一点了 分类仕图的话 就是一个顶级的list view里面 可以显示几种view type对吧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的一个界面 而且这种表象给人的感觉 估计以为这是grade view去实现 其实的话 相当于一个list view 它也可以实现一行多列的一种情况 对吧 这个是要去去要知道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view type改变之后 类型改变之后 再次回应 我们这里一共有三种类型 这里一种 两种 还有下面藏了一个老人物 一种三种 你这种是三种类型的话 你对应的 gate i-tron population 那个返回的字的话 那就必须是0和1和2 是吧 一共是三种 那你这个返回的话就是012 不然它会就出现一个复运的时候 会有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 这个知识点的话 就是一个相对是昨天的 这两个知识点是相对是昨天 相对比较重要一点的 还有这个宽高笔的 还有这个 知道吧 挺难回忆一下 感谢